传载400家号作者都说体育对于每一个运动员来说,他们之所以努力的在日常进行各种各样的艰苦训练,在赛场上努力的发挥自己所掌握的各种智能,这是为了能够让自己在职业生涯中有更好的收获。 如果对于一支球队来说,当运动员能够在赛场上发挥有效的作用,才能真正让球队站到巅峰,无论是对运动员还是对球队来说,运动员在赛场上或者在训练场上受伤,都是一种非常致命的打击,尤其是一些比较优秀的运动员,他的一旦身体受伤,对整支球队的影响都是非常重大的。 最近中国南篮就接连出现运动员受伤的情况,在前不久刚刚被爆料出的赵季文在比赛过程中导致了骨折。 这样的消息一出,就让很多球连十分的担忧,同时球队也非常注重球员受伤的问题, 因为这些运动员,他们都在积极备战,为接下来即将举行的各大盛事做准备,而且他们距离下一季的CBA联赛也没有太多时间了。 因此,一旦球员受伤的话,对接下来的每一场比赛都有很大的影响。 然而,在这些球队不断要求运动员在比赛场上,尽可能的避免伤病问题的时候,却依然不断传来不好的消息。 先是在与克罗比亚的对决中,来自于辽宁南岚的刘志生出现了脚踝受伤的问题,随后小丁也在比赛在场上,因为发生了扭伤,不得不离开赛场进行治疗。 在面对这些运动员接连二连三的受伤时,很多球迷都非常的不解,为什么中国南岚变得如此脆弱呢? 要知道,即将面临的这场盛事,对于运动员的要求也是很高的,而像小丁这些运动员,他们对整支球队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。 受伤的情况下,怎么可能打出好的比赛效果呢?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些运动员接二连三受伤呢? 其实,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,或许跟这些运动员的身体进入疾悲期有关。 要知道他们之前一直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,所以这些运动员的体能得到了很大的消耗,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受伤。